第九題 永庭使用拔釘器拔釘子 他嘗試從不同方向操作此拔釘器 施力的大小和方向如右途所示 当他分别施力F1 F2和F3时 都恰能拔起釘子 请比较F1 F2和F3 三粒的利弊大小比为何 我们知道利弊就是支点到利线的垂直距离 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支点 F1的利弊在这里 所以他利弊在这边 图上告诉我F1的利弊是4公分 F2的利弊在这里 垂直在这里图上告诉我F2利弊是5公分 F3的利弊在这里 支点到利弊的垂直距离 所以图上告诉他是3公分 所以F3的利弊是3公分 所以F1 F2 F3的利弊的分别是4比5比3 所以第九题问我们说 请比较F1 F2和F3 三粒的利弊大小比为何 我们答案选择是A4比5比3 下一个小时的利弊大小比 下一个小时的利弊大小比